天花板掉下一包钱,这不是白日梦 今日大连的夏女士在装修房子时 一包塑料袋突然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里面竟装有五万现金 夏女士立即把钱送到派出所 经过调查,警方初步判定 钱是已故前房东留下的遗物 随后警方将钱全部归还给前房东的儿子刘先生 刘先生一家将五千元现金分给夏女士 作为筹线